回到新闻现场 台北市发生的飞车行抢案 这个刑犯呢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是骑妈妈的机车 刻意的还拔下了车牌 以为远景的无法追查到刑犯 但是这个男子 他当时为了怕家中的机车被偷 自己用的油漆喷上了一点一点的黑点 好像是大麦丁狗身上的斑点一样 车身相当的明显 所以远景一眼就认出来 短短不到24小时就抓到了抢匪 黄欣嫌犯刚抢完包包 把机车骑到巷子内 开心的准备查看包包内有哪些财物 为了掩人耳目还刻意蹲低身子 之前的物品一扫而空后 再把机车的车牌挂回去 所有把抢图来的包包 扔在路旁的垃圾堆中 但抢案24小时就破案 关键在机车的颜色太明显 嫌犯其神的机车是妈妈的 枪飞为了怕机车被偷 还刻意把机车用油漆喷上一点一点 就像是大麦丁狗身上的斑点一样 特征明显 让原警能掌握身份 迅速逮人 被害人报案之后 那因为被害人在紧张的情况下 他也不晓得对方的特征 那我们在掉夜监视器的时候 发现到这个抢嫌的机车友 非常明显的大麦丁的车身 嫌犯抢来的包包 现金只有200元 其他都是女用化妆品 以及3C产品 男子被逮之后 懊悔地缴回所有抢来的财物 他万万没想到 行抢是以为拔下车牌 原警就查不到 但车身喷上黑点 太像大麦丁狗 让警方一眼认出 逮捕强废 记者台北送报道